薄如蛋壳,轻如五物,承袭中华传统瓷器的薄胎碗技艺,融合了现代陶瓷艺术,细腻的人文工笔雕作,这是陶瓷艺术家李存仁,汪洪玉夫妇,发扬英科陶瓷,重新诠释薄胎碗的方法。 刚开始碰到汗的时候,我做了一百个胚子,一炉下去烧,结果烧出来一个都没好,我终于知道说,这个薄胎纸难度实在太高了,蜡胚修胚的过程,还有在那个雕刻的过程中,那个时候,我发觉说只要你心里有一点杂念,你吃这个东西就马上就毁掉。 薄胎碗的特色是清、薄、透、润。 透过清丁细琢,才能够展现出薄胎碗玲珑透光的特质。 它好像一米一样的那种温润感,如果说你是以一种明义的目的的话,那是一定是做不出来的,纯粹是一种,看到对我们处理有一种实力,一种一种热忱想要去做它而已。 有很多业者都觉得以这一弯的态度会觉得好像,陶瓷好像已经到夕阳的那种地步。 可是我们都一直很多的关,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想法,还没有去实现出来。 李存元夫妇以多枚材搭配,携手创造陶瓷艺术的新生命。 在国内外货架无数,尤其从明朝有乐年博胎碗出发的台湾博胎碗,各是在国际展大放异彩。 李存元夫妇希望他们的陶瓷创作之路越来越宽广,替英哥陶瓷再争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